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玩 欢迎收看价值型特资 今天立法院开以 结果台股开低走高的格局 自己看一下 撒下来尾盘拉上去 台股有因为最近一个政治风暴 让它跌跌不休吗 昨天还大涨 所以当你遇到台湾股市 面临这种非经济性议题的一个架构 同时记住我送你的一句话 弯腰减钻石 政治因素或是疫情 或是战争的干扰 对股市的影响都是短暂性的 该来行情还是会来 所以同学们要好好把握注意一下 我们给你的一个电子生计双主流 大赚钱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 第四季是不是电子股的旺季 虽然电子股的一个选项比较多 操作难度稍微难一点嘛 用新的选股 你就会看到 跟我们目前布局的主流类股 TPMS概念股一样 每一档都大赚 要赚两成三成 真的是轻而易举了 所以疑点 今天有没有点 今天这一档TPMS的概念股票 今天还开低走高 看回不回啦 主流性的一个架构 你要把握住任何一次 拉回让你买进了一个时机点 它没有那么快走完啦 对 车用电子 拍压监测系统 它的一个商机不是只有第四季 不是只有今年度第四季啦 所以对于这种TPMS的一个新南海概念股票 我们给你的买点加码点 你要同步来掌握 掌握住趋势 抓对主流 我已经讲过了 我会一买再买 上去我才会做停利 所以一粒店的一个架构 9月5号 连续两个月营收创新高 很棒的一档旗有股啦 9月5号形态突破 也没有带会员买 9月5号38.7以下买进 9.24分 9.36分38.4 当然有办法成交 38.7以下顺利的成交 买完之后工涨停 那重点不是赚这样半根停板而已啦 当它9月9号 它回档修正 我会不会告诉会员再买 不是被洗出去耶 前波高点怎么会是压力 在目前很多人 看衰电子股的同时 我告诉你 连续两个月营收创新高的 一个极优性的个股 它不是只有今年度好 明年度也会好 后年会不会更好 拭目以待 所以这档一粒店 9月9号 平买以下 有没有再买 1.10分 告诉会员39.5以下 再买一粒店 2497的一粒店 你看一下 1.11分 再39.45 是不是在39.5以下 当然有办法顺利的一个成交 逢低再加码 再买 9月9号的一个讯息 你有带到 你享受的利润 源源不绝 上礼拜是涨停在创新高 上礼拜我继续大涨走高 新南海 TBMS的胎压监制系统 这样三成了 三成了 我又有没有买在外资前面 为什么我布局了一个多单的一个标的 外资喜欢追捧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眼光嘛 让有知心实力的外资 来帮你股票做抬教 这种股票比较好 一连贯的功夫包括巡谷 包括技术层面 那个循环的一个波动转折 我会帮你拿捏很清楚啦 筹码面 根据我以前法人部超盘主管的经约 你不用担心啦 外资脑袋在想什么 投信鸡鸡鸡的人 在做什么把戏 我会不清楚吗 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重心 你只要跟着我们的讯息一起来动作 买完之后再加码 外资帮你抬教 你就不会去放空 为什么这些人想要去放空 因为他不知道一粒电的一个商机嘛 新南海TPMS胎压监视系统 这一个概念 其实在2007年欧美市场 每一台车子都已经变成他们的标准配备嘛 那现在国内的一个驾驶的安全性提高 所以呢 国道科运只要行驶雪山隧道了 已经开始装了 明年度的年底 每一台新出厂的一个车子 一定要有TPMS 这一个胎压建设系统 每一台车子都要有这样的一个TPMS 当做它的标准配备啦 因为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效能的提高 对行驶安全性 有没有提高的一个价值 当然有啊 一台车 对轮胎的一个胎压不够或是过高 容易爆胎嘛 容易翻覆嘛 所以为了降低这样的危险性 2007年欧美市场早就装了 台湾 台湾明年年底 开始都要装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它的一个商机大不大 商机大不大 一粒电不是只有连续这两个月 被印收创新高啦 不是只有今年度第四季会好啦 明年度才要安装的TPMS这个系统 让它的业绩 持续性的一个成长下去啦 所以不要去放空啦 不知道商机要用功的一个选股 用功的一个招组 莫在它的一个基本面架构 所以对于这档一粒电看回不回啦 你觉得还会再大涨 一档股票 涨了三成就结束吗 我们给你的生计格 唐年 智勤 七成 四成呢 这股票还没有空间 不要预设立场不要预设压力 就像目前你面对的一个台股 政治的因素干扰 我们选给你的标的 不会因为这些政治因素干扰 它就不会持续性地走高啦 把你的眼光看远 短线的一个震荡拉回 那是你一个加码点 那是你上次的机会 我根本不在意非经济性的因素 大家做这种事情 我很乐切 我很急迫地告诉会员 弯腰减钻石 我们给你的黄金钻石股 不是秦才选的 真执行的一个投资八大要素 面面俱到 看回不回 你觉得漂不漂亮 所以这种商机 不是只有一粒电可以掌握住了 那么庞大的商机 怎么可能只有一粒电 有接到订单 车王店 新南海Part2的 上礼拜五有没有带会员 现买现工掌亭 跟你离店一样 拥有新南海 TPMS的一个系统的订单了 上礼拜五直接买进 9点41分就买了啦 一定买得到啦 当天买就工掌亭 礼拜六车王店 市价再买进 9点桌 一样就买了 就马上买了 再加码 是不是给涨停 两天两根啦 有压回来再加码 昨天礼拜 车王店 有没有继续攻涨停 第三根的 当然续报 当然续报 三天三根 这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情 新南海的商机掌握清楚了 以利店来不及跟的 车王店一样可以跟上 上礼拜我的一个现买 现工掌停 到昨天 三天三根嘛 新南来Part 2 今天抢不抢 1533的一个车王店 今天股价 稍微回档修正 你以为被洗掉 你以为这张股票 我赚了21% 我就要想下车吗 长线的眼光 长线的一个架构 对短线的一个震荡格局 我一点担心都不会发生 我不会有任何的疑虑 我看原做长大波段利润 我帮你掌握 所以车王店 从这个形态 突破的买点 到今天为止 继续赚下去嘛 所以以利店 车王店 来不及跟上的 还有没有 当然有啊 我目前操作的TBMS 概念股票 就是这三档 新南海 这三支股票 我就可以让你赚翻了 躺得翻过了 我不是真的跟你说一说的 我们现在一个操作绩效 相当的迷人 换了一批新的研究团队 每天的研究的时间相当久 我的研究团队现在 跟我都拼得很晚 下班了你们回家 我们留在办公室 我们一起讨论 怎么选股 怎么进场 怎么出场 每天都弄到三进半印 说实在的 金融市场讲究的是一个效率 如何降低会员的成本 提高他们的获利能力 这是蔡老师的一个义务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会员 我们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 对于每一个趋势 每一个架构 每一个类股的一个掌握度 不是随便讲讲的 银利电三成 这帮电21%三根 这张股票呢 形态突破 收定形态突破 昨天第一天起涨 市价买 9点11分 开完没多久 就告诉会员市价买 一样可以攻涨停 我说我还要再买 今天这张股票 有没有持续性领大涨 这叫做跳空缺口 一开盘 几乎快要攻涨停 尾盘稍微有压回 但是没有关系 长线的一个基本面的力道 对新南海TPMS的一个概念 所给予它的爆发力 是相当惊人的 今天盘中急拉快攻涨停 尾盘的一个压回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这是缺口 是不是缺口 未来还会大赚 这种股票还不会上涨 所以对于目前电子股的一个操作 你会觉得很难 是你的手中股票不太会动 不动又不晓得换 3673的TPK 我们要告诉你要卖吗 9月初啦 为什么要卖它 体质真的比较弱啦 所以我们买在332的TPK 还是要减码 没法 面对盘式的一个变化相当快速 价值型投资八大要是掌握清楚的 那个波动循环的买卖点 你可以操作得相当精准 所以呢 电子股 第一世纪业绩成长的金银股 你会看到 我们给你一个操作绩效 是相当亮丽的 4G概念股票 建汉 昨天 告诉你形态突破 这是一个很标准放量的买点 昨天当然 你会觉得买高了啦 因为它很快速的 就拉上去嘛 高档 整理一下就直接锁涨停 昨天你买 你有一点 怕怕嘛 稍微刺刺嘛 你是在刺什么 股票有时候第一天不买 接下来没有低点了 就像以利店 就像车王店 你第一天起涨没有跟我买 接下来你就只有等加码点了 你知道吗 所以建汉昨天 你会觉得追高 但是你看那今天股票 也没有比昨天的涨停板价格更低 昨天收涨停板34.55 今天一开盘 就开上去了 就开上去了 所以昨天 形态突破 放量买点 当然可以买 今天告诉会员 因为昨天才第一天起涨了 建汉今天还可以试价在美境 9点47分 买的价位大概在 今天收盘价附近 35.3 所以对于这种 4G的股票 形态突破又放量 如果有压回就是加码 连埋两天 压回我一定加码 我既然看准了 它的一个形态 跟量价结构的一个变化 它未来市集所带动的一个商机 给股价的 绝对会过前波高 你看今天量了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所以电子股 好不好做 跟对人 我们给你利润是相当大的 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我有没有买在起涨点 商店街 9月11号 季线买点 我邀请你进场 经济部许可的 特许行业 官方认证的 来到季线可不不买 当天 为什么要买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当天如果商店街往家一路的下沙 我可能会再等一下 就是因为盘中我看到商店街 已经拉到平盘之上了嘛 盘中翻红 我就知道止跌了 因为又刚好来到季线附近 所以当天呢 10点02分 我就告诉会员 有没有 翻红之后 大概10点钟左右嘛 10点02分告诉会员 商店街 修正进尾声 在平盘价156.5附近就可以买进 比较平盘是156.5嘛 那经过一个中头11.08分 还在156平盘以下嘛 所以会员可以慢慢的一个成交 这是单股会员的一个标的 没有 因为成交量比较小 所以单股锁单把它锁住 买完之后 当天就攻涨停 对 这个资讯 这个讯息 有办法造假吗 所以给你的一个 现买现赚的一个涨停 不是只有一根 12号 量缩强势整理 还会再涨 14号 上礼拜六 第二根涨停 我认为它有机会挑战 前波的平排区 对于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我们在8月16号 一直叫你等 对 等到这一天 才叫你买 不然是商店街 还是网站都是一样 从8月16号的高档区 一直告诉你不要去追 等到9月11号修正满足点 再买 再买 所以网家呢 我认为它有机会 再走一波 所以对于这些电子股的架构 所给你行情 是短线吗 是短线吗 我们持续追踪人力 带领会员操作的一个流程 你想想跟 不管是盘中讯息 你还是盘中的传承稿 我希望你能一併带到 包月全餐的方式 不管是生计电子 我们会帮你掌握住主流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全餐 全套式的服务 对投入没有你的资金应用 是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的 真的诚心诚意 欢迎你的加入跟掌握 休息一下再会来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鹏帆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淡水最优质的个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宏盛新世界二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宏盛建设 幸运代销 第一手资讯 近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部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派清理窗 真力复了是倒快 实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派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代用 欢迎回到前面的现场 为什么我说TVK体质稍微弱一点 因为没办法 融资一额一直不下来 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9月6号328那天要卖 你自己看一下 9月6号TPK 买在300跟加码312的持股获利当中 目前主流是生计 加上TPK农资预比较高 这两笔持股获利出清 9.59分大概10点钟左右 可以卖在328附近 资金转买信辉 这9月6号的一个动作 我之前其实也跟你分享过 我买在300跟316的TPK 如果在它推升的过程 融资域的持续性的一个下降 那我的目标价就会看得比较远 我可以再等一等 等涨多一点再卖了 但是你看到的是TPK 融资稍微递减一下 马上又上去 所以没什么减少 所以我选择在9月6号那一天 328先卖 今天剩265.5 差了60几块钱 10张就差了60几万 所以有没有卖差很多 所以整一个架构 TPK卖掉之后它下来 那资金转买 信辉嘛9月6号 所以信辉 9月6号9点40分就叫会员 市价买进嘛 10点钟左右 TPK卖掉 转买信辉 这个买点大概都在49.7附近啦 现买现工涨停 所以这个换股的动作是对的 为什么 当天买就上去了嘛 确立起涨回撤 都是买点 都还可以再买 买完之后隔天 11号是工涨停 两根涨停板了 那上礼拜六 我说你还有低接的机会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六 有做获利减码动作 1点56分 5次以上 卖信辉 可以卖在56.1 54.1 54.2附近 上礼拜六的动作啦 昨天 是不是压回 剩52.3嘛 有没有接回 会员当然很清楚啊 否则我怎么会告诉你 利益不败之地 昨天信辉 我在10点13分告诉会员 上这六 获利减码资金 本来定价52.4到52.5 买回 信辉 当然跟进 但是价格有没有来 价格一直没有来 没有来啦 一直没有来 所以呢我在 昨天1点16分 告诉会员信辉 改在53以下 就可试价买回 1点16分 52.9嘛 买回 这叫价差的一个操作 价差的操作 54.1以上卖 53以下买 1块钱而已啦 我只是要让同名了解到一件事情 不管是波段还是价差 我能做的 我一定尽量做给会员 这些讯息没办法造假 你可以去问问会员的一个讯息 我是不是这样带他们做价差的一个模式 昨天 下来买回你敢买吗 今天盘中吉拉拉544.8 波段价差都会做给会员 我尽我所能真的 就像邦特也是一样啊 我之前这边也做了一次价差嘛 我没有很清楚嘛 所以邦特 27R回档可以切入嘛 有没有上去 涨了28%的 两根黑黑棒 我说还会再涨 到昨天有没有上去 到今天这样15%啊 瀕临60块半 谨慎小心操作 好不好 台卫体 之前这一段我们赚了60块钱啦 那目前台卫体缺少是一个量了 你看一下240亿规模的诺华基金锁定这一档台卫体 准备布局啦 台卫体的股本5.4亿 240亿要把它吃下来可不可以 要让它股价涨半天可不可以 量人超过500张它就会大涨 好不好 另外低价的一个成德 8月29号 泛东阳集团的生计股啦 一路的涨 快三成了 我只告诉你拉回要把握 知道吗 那另外这一档合一 多整理一下而已啦 整理越久 接下来涨势越大 好不好 另外 这一档要公开给你知道了 连续两天的拉回我买进森达 9月10号的一个森达 43.2以下买 43.1一定有办法成交 9月10号 涨了12% 现在在整理 你都要有上市的机会 所以目前布局的一个类股 生计电子双主流 生计 新耀221才的 电子第一次计业绩成长的金平股 昨天我们单股所担买进了一档机油股 三宋供应链 三宋的概念股票 这支 盘中的讯息 你知不知道 红三宾底部反转 昨天告诉会员13.3以下直接买进 单股所担 9点25分 13.15 一定有办法成交 昨天尾盘还稍微压回 今天这档股票 早盘 工掌停 闪送的概念股票 昨天压回到13 今天早盘就冲高了 工掌停 续报还会再买 所以不管是生计还是电子 两大主轴给你的一个架构 那个利润是相当丰富的 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测标 没有一档不是会员的 不是纸上谈平 我们给你的 是实际带领会员操作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如果你还不晓得 资金如何运用的 包月全餐的一个方式 生计电子双主流 蔡老师帮你全部报办 不管你要精致的一个主餐 还是下午茶点心系列 我们给你的 都是最强势的一个架构 任何的一个政治因素 干扰不了我们布局的 一个长线股票 所带给会员的利润 希望你可以好好掌握一下 我们现在所给你的 包月全餐的一个操作建议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国家饮料院可以看到 一万四千坪的公园 对 有三千坪田园 天色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看到船在行走 那台北市的夜空 还有101很漂亮的烟河秀 淡水河就是尽收原底 我很期待 他会搬进来住 山海豪景 大户人生 国家一号圆 也不输给弟宝 对 第一手资讯 超越大蓝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投顾 互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投顾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